我痴迷于长曝光摄影 喜欢在按下快门后的等待过程中 看阳光在建筑间缓缓的移动 寻找城市中又新盖了哪些建筑 看云从头顶快速的飘过 看人们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的身影 一张长曝光的照片 便可以把这一切都同时记录下来 如果这也正是您在寻找的感觉呢 那么这个ND减光滤镜的实战应用技巧教程 正是您需要的内容 ND减光滤镜就像是给相机的镜头 带了一个墨镜 它的作用是用来压暗环境光线 只让少量的光进入到镜头里边 从而实现降低快门速度的作用 特别是在强烈的日光下 它的效果就更加的明显了 正是因为减少了进光量 在光圈和ISO不变的前提下 使用ND减光滤镜就会降低快门的速度 利用这一个特点 就可以实现很多只有慢速快门 才能实现的拍摄效果 例如雾化水面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祥和安静 当天空有云的时候 可以拍出非常抽象的效果 为照片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 在相机的曝光过程当中 持续移动的物体都不会被很清晰的记录下来 这就让长曝光的照片 多了一些动感甚至是神秘 曝光的时间越长 移动的物体就越不会被留下来 所以在拍摄有大量行人游客的场景时 使用长曝光去拍摄 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减少一部分游客和人群 ND减光滤镜有很多不同的安装方法 圆形滤镜就像是UV滤镜那样 直接拧在镜头前边 也有磁吸的圆形滤镜 和这种特别为广角镜头设计的 无按角圆形滤镜 圆形的还有可调减光滤镜 旋转滤镜就可以自由的切换它的密度 所以就可以实现不同档位的减光效果了 方形的插片滤镜需要在镜头前 先安装滤镜的支架 然后再插入方片的ND减光滤镜 除此之外还有后置的滤镜 放在相机和镜头之间 使用ND减光滤镜 具体可以降低多少快门速度 那这就要看它的密度了 我们使用不同的档位来区分它 通常在购买和使用的时候 滤镜上都会标注一个数字 ND3.0 1.8这样的字样 这个数字越大 它的密度就越大 减光的效果就越明显 也有像力这样的滤镜 直接就在上面标上它的减光档位 10档 15档 比较的直观易懂 随着ND减光滤镜的密度增加 快门速度从原本的六十分之一秒 降低到了几秒钟 沙滩上的行人也开始变得模糊了 但是远处坐在原地不动的人群 仍然是非常清晰的 海浪也开始变得更平滑了 最后完全看不到水花 当使用15档减光滤镜的时候 暗角就开始变得非常严重了 但是天空的云和水面变得如丝般顺滑 在使用ND减光滤镜的时候 使用光圈优先模式去拍摄是没有问题的 装上滤镜之后 相机仍然可以自动的去判断曝光时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光圈优先模式下 快门的速度它有一个最高上限为30秒钟 也就是说当减光量太大了 快门速度低于30秒的时候 光圈优先模式就无法使用了 快门的速度呢 这个数值会变成红色 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切换到手动曝光模式 或者像我这台富士相机当中啊 有一个T档 它可以手动调整曝光的时间参数 如果您对手动曝光模式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并且会担心啊拍出来的曝光不正确 那么我绝对会推荐您使用曝光计算器 我呢使用的是Photopils 当然您也可以去下载其他的APP 像Lee这个APP呢就是一个免费的 但是呢它只对应自家的三个滤镜档位 如果您手上恰巧用的是6档 10档15档的滤镜 也可以去用这个APP 这些曝光计算器的操作方法呢 其实都很类似 输入不使用滤镜时所获得的正常相机参数 然后呢再输入滤镜的减光档位 如果光圈和ISO没有改变呢 就在下面输入同样的数值 如果想要在使用NB减光滤镜的同时 还要去改变曝光参数 那么就在下面这里输入一个新的参数 之后呢APP会在最下方计算出最终的快门速度 装上ND滤镜将相机参数设置好 快门速度啊就按照刚才软件计算出来的时间设定 这样呢就可以成功的拍摄出一张准确曝光的长曝光照片了 ND1.8加上ND3这样呢就是一个16档的减光 最后计算出的快门速度为3分钟25秒 那么把现在的这个相机内的快门速度 给它调成3分钟25秒 但事实上这个模式它并没有3分25秒这个选择 像这种情况下呢相机里没有3分45秒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么呢可以切换到B门这个选项 也就是快门速度这里这个B这个模式去拍摄 那么这个拍摄模式怎么用呢 从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起 掐着表数3分45秒 然后呢到了3分45秒之后呢 再按一下快门它就停止了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切换一下相机的参数 让它最终的这个快门速度时间呢 可以和2分或者是4分更接近一点 比如说提高一下ISO 那我的下一档ISO呢就是160了 将ISO切换到160的时候呢 快门速度是1分43秒 向低一档的光圈 2分09秒 长曝光的照片啊 在拍摄的过程中 相机是绝对不可以移动的 所以一个稳定性好的三角架呢 是必备的条件 为了减少按下快门的一刹那 造成相机的抖动 使用快门线或者是相机内的2秒自拍快门 是最安全的拍摄方法 安装了ND减光滤镜之后啊 相机的视野就会变得很暗很模糊 所以需要在安装它之前就完成对焦工作 并且将相机呢切换到手动对焦模式 锁定对焦点的位置 这样再按下快门之后呢 对焦点就不会跑了 在使用插片滤镜系统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侧边的漏光 特别是日光直射下和超长曝光的时候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将ND滤镜放在最靠近镜头的这个卡槽里边 避免漏光 所以啊我自己制作了这样一个遮光罩 开心的是呢 现在很多品牌在设计的时候 已经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在侧边漏光的处理上呢 已经做到了非常的密封了 像这个方片滤镜的支架 还有磁吸系统的滤镜都可以完美的避免漏光 您在挑选购买和使用插片滤镜去拍摄的时候呢 也别忘了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ND减光滤镜呢 实际上是可以叠加多片一起使用的 例如您手上有这么一片 1.8的和一片3.0的 把它们叠加在一起呢 就可以实现超过15档的减光效果了 而且啊15档的滤镜 其实在平时应用的比较的少 这样做呢可以为您节省一片滤镜的钱 但是啊通常不要叠加两片以上了 长曝光的效果呀 虽然很吸引人 但同时呢它也拥有很多的弊端 例如长曝光会降低照片的画质 增加大量的噪点 相机传感器中的污点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明显了 需要大量的后期清洁工作 而曝光的时间越长 微小的抖动也会轻易的毁掉一张照片 这就让它的成功率变得低了 曝光的时间越长 失败的几率呢也就越大 同样啊很浪费时间 所以快门速度并不是越长越好 ND滤镜呢也不一定是 档位越低越好 一味的盲目去使用长曝光啊 只会让照片变得更糟糕 而且呢长曝光摄影 对后期的要求啊还是很高的 您可能会遇到很多 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无法解决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呀 这也许是促进学习的一种好方法呢 ND减光滤镜呢 有很多密度和档位 减光的效果呢也都不一样 上面呢您也都看到了 您呢肯定不能每个都买 所以啊如果您是初次第一次购买 我呢推荐您买这个ND3.0的十档减光效果 在白天拍啊特别的好使 那如果是热时间拍摄的比较多 或者是拍延时摄影 那么我会推荐您ND1.8的这个六档减光 超广角镜头呢您需要考虑这个 插片滤镜系统 或者是这种为超广角镜头特别设计的磁吸滤镜 它呢可以实现无按角的拍摄效果 如果是拍摄视频啊 我觉得还是可调的ND要更实用一些 摄影呢终归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坚持和自我学习的过程 也许一两张照片啊并不能为您带来些什么 但是我相信在整个探索尝试失败再尝试的过程当中 它多少呢会为您带来些什么 长曝光摄影也许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说不定您会从中获得的比我感受到的要更多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ID 您现在看到的呢是滤镜的系列专题内容 希望尽可能的解答大家对各种滤镜的购买和使用困扰 欢迎关注和留言 如果您也喜欢拍摄日落 城市夜景 长曝光或者是岩石呢 咱们一起玩摄影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